来这里打卡 我是人民日报海尔版记者贾平凡 今天我带您打卡的地方是 山西省旅梁市新县蔡佳芽村 1961年6月28日 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 《近随日报》编辑苏光的文章 重游蔡佳芽 文中写道 过去还是扬长小道的半山腰间 现在修起了一条崭新的公路 直通黄河的渡口黑玉口 村子的背后 地梗化了的山头 和随时可以看见的墓群 又给蔡佳芽增添了不少新景色 60年过去了 蔡佳芽村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巨变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蔡佳芽村坐落在近西北 这片古老厚重的黄土地上 作为曾经的近随首府 这里是近随边区政府 及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尽随边区军民团结一心 艰苦奋斗 在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 孕育出了伟大的吕良精神 1947年14岁的蔡佳芽阳官温首会正式参军 回忆起参军前在家乡的所见所闻 温首会说八路军战士一回蔡佳芽 就和老百姓同吃同住 经常帮百姓扫院子挑水 老百姓们不仅主动让出家中富裕的窑洞 给八路军住 还给战士们坐鞋缝衣服 各位现在所看到的是 近随编剧革命纪念馆的一个玻璃展柜 大家可以看到 当年战士们穿过的麻鞋布鞋 裹腿布 都是近随居民在大生产运动中生产出来的 解放战争后期 为了支援整个大溪北解放 近随居民向大溪北战场提供了物资 折合农币有350亿元 银元10万 黄金1600两 以及法币4亿 还有相应的用输队伍达到了120万余人次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近随军区司令部就职 2017年6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时 对女良精神做出了重要指示 革命战争年代 女良儿女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伟大的女良精神 我们要把这种精神 用在当今时代 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今年92岁的康老五 于1948年加入解放军 曾荣立三等功 谈及现在的生活 他激动地说 现在的条件比过去不知好了多少倍 现在顿顿有酒有肉 日子越过越有新鲜劲 革命岁月积奠了蔡家衙村的红色底蕴 如今这红色底蕴 转化为蔡家衙村的发展底色 构筑起它的发展底气 2018年6月21日 蔡家衙号客运列车正式开通 蔡家衙村的发展步入快车道 有了火车以后它就特别的方便 这地方的土特产也特别多 这地方你像产的早呀 尤其是9月份大批浪就下来了 火车是得车过 就是太阴呀 郑州呀 四川呀 跑了好几趟 这次这个火车我做得特别高兴 红色旅游盘活了当地经济 也鼓起了当地村民的腰包 红色主题照相馆 为慕名而来的游客留下美好记忆 特色美食拉刀刀 让五湖四海的时刻 记住了舌尖上的蔡家衙 在农家小院里开启的农家乐 每天都客源不断 之前外边一直打工嘛 后来我爸说是咱们村的这个 红色旅游发展的现在还可以 这个客人挺多的 说回来开个饭店 去年4月底回来 我从台湾买的座椅板灯呀 那些造具呀 餐具呀 后来是5月3号正式开业的 那天客人非常多 那个心情太高兴了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蔡家衙村北山 在我的身后是经济作物林 这里变植核桃树和杏树 蔡家衙号把天南海北的游客带进来 也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去 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正齐头并进 相信未来蔡家衙村的发展 将如这列车吉尺般 一日千里 日新月异 寻思雨 好可爱啊 就是咱这几号肉串 不能吃 出要快 出要快 那不够啊 不够啊 不够啊 不够不够啊 不够不够啊 这不够不够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